有人出身农村 有人是淘宝模特 有人更是学霸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这些当红明星 以前都是干什么的 白鹿 2017年 白鹿携手 大王不容易出道 然而 若单论出道时间 与90后众多小花相比 他并无特别优势可言 毕业于非表演专业的白鹿 曾有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去 他曾担任淘宝模特 拍摄短视频 一路走来的艰辛历程 不禁令人感叹不已 自从以白孟严的身份走红网络后 短短六年时间 他以华丽蜕变成热门电视剧 女主角白鹿 那么 这期间 他究竟经历了怎样的魔力呢 1994年9月23日 白鹿出生 自幼便展现出惊人的美貌 一度成为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2010年前后 寒流风靡全亚洲 当时只有13-14岁的白鹿 深受影响 心中萌发了富汗国 做练习生的强烈愿望 这个梦想如同一颗迅速生长的种子 深深扎根在少女白鹿的内心深处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他刻苦训练唱歌 舞蹈 同时努力学习韩语 为未来的韩国出道 做好充分准备 2012年 在父母的支持下 白鹿勇敢地踏上了前往上海参加 S3公司练习生选秀的征程 然而 他未能如愿成为寒流偶像 尽管如此 白鹿并未因此而气馁 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重新审视人生的方向和梦想 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 随后的一年里 他开始从事淘宝平面模特的工作 为叙旧 第九片孩 以及艾格等品牌拍摄服装照片 尽管只是一名网店模特 但白鹿始终保持高度敬业精神 全力以赴 值得一提的是 白鹿在网络上走红之际 从未进行过任何商业广告宣传 更没有参与过任何不良行为 他在直播过程中明确表示 不希望粉丝赠送礼物 而是鼓励他们将资金积蓄起来 为父母购买贴心的礼物 这样的举动让人们感觉 他仿佛就是我们身边的邻家妹妹 2016年 白鹿在《猫的树》的推荐下 结识了著名编剧于正 于正对白鹿的潜力深感赞赏 毫不犹豫地签下了 这位非科班出身的新人 签约欢愉影视后 白鹿凭借清新脱俗的外貌 赢得了众多试镜机会 自此以后的六年里 这位笑容满面的女孩 犹如开挂一般 和鲜活的角色 晋升为新生代一线小花旦 在余正的精心策划下 白鹿仅用五年时间 便交出了十部优秀作品的傲人成绩 毫不夸张地说 一年365天 他有超过300天 都在横店忙碌地拍戏 对横店的每条街道都了如指掌 尽管并非科班出身 但白鹿最令人惊叹之处 莫过于他独具会演的剧本 《挑选能力》 在《周生如故》中饰演的《锤石衣》一角 白鹿再次赋予其生命力 他的哭戏赚取了无数观众的泪水 让许多观众表示 既心疼又感动 肖战 肖战 生于1991年10月5日重庆 与众不同的 他在求学路上 有着非凡的成长经历 大学就读于重庆工商大学 现代国际设计 艺术学院广告专业 他在大二时便创办了自己的设计工作室 做起了logo和六设计 更为惊人的是 他还与好友 共同创立了摄影工作室 并担任主力摄影师 短短几年 他深知梦想在别处 于是毅然决定转行 参加选秀节目燃烧吧少年 他的出色表现和帅气外貌 赢得了大众的喜爱 于2016年9月28日 正式以X9少年团 主唱的身份出道 在此之前 他以主演网络剧《超新星学员》 并在18年凭借哦 《我的皇帝陛下》中的 北唐墨染一角斩露头角 人气飙升 然而 真正让他爆红的是 陈情令中的魏无羡一角 原本计划出国的他 应该角色的成功演绎而留下来 他对魏无羡的情感把握精准 演技精湛 将观众深深地带入剧情之中 他的天赋和才华令人惊叹 堪称天生演员 赵丽颖 赵丽颖 这位崛起的一线女星 成为收视率的保证 他的成功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从小角色到主角 再到制片人 不断超越自我 1987年出生于河北狼坊 生长于普通农民家庭 虽然家境贫寒 他却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 父亲是派出所警员 母亲是百货商店售货员 然而这并未给他铺设平坦的成名之路 他深知 唯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实现梦想 尽管没有家庭背景 经济困难重重 赵丽颖从未言败 他发奋读书 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廊坊式电子信息工程学校 主修空城专业 在校期间 赵丽颖全神贯注于学业 期待早日实现梦想 然而 毕业后因家庭经济压力 他不得不放弃空姐梦想 转行做起了文秘工作 这份工作 让他拥有了宽松的工作时间 和便利的通勤条件 甚至还有机会出差游历北京 堪称理想工作 在一次访谈中 赵丽颖分享了 自己出道前的职场故事 让人惊叹不已 他曾从事文秘工作 每天12点上班 工作时间极为宽裕 这样的工作节奏 让人羡慕不已 毕竟朝九晚五的生活 早已让人疲惫不堪 而赵丽颖 却能充分利用这些时间充实自我 锻炼身体 陪伴家人 实在让人羡慕极度恨 陈都玲 热播古装大戏 长月近名人气爆棚 主演们集体走红 尤其是陈都玲 在剧中出演反派夜兵场 其生动演绎和独特气质 令人印象深刻 颜值与实力并存的他 成功艳压女主角白露 人气飙升 被赞为该剧最大赢家 其实陈都玲 早在校园时期 就名声在外了 他不仅学业优异 考入名校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还是学霸校花 大学三年级时 他参演苏友鹏导演的电影《佐尔》 崭露头角 随后进入航空公司实习 却因名气过大 无法胜任 最终选择 踏入演艺圈 如今凭借长月近名人气暴涨 成为新晋古装女神 长月近名播出前 曾传出陈都玲 因太过美丽 剧组担心盖过女主白露风头 被迫 让妆 尽管妆容 服装不及白露精致 但他依然凭借出色演技脱颖而出 实在不易 陈都玲不仅是学霸 还是数学天才 节目中 他轻松抢过搭档的笔 描解数学难题 让人大开眼界 然而 他却谦虚地表示自己并非学霸 很多人都比他优秀 陈都玲大学就读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网友发现他 曾在秘密单位实习半个月 并晒出清秀素颜照 心情愉悦 然而 由于工作性质特殊 需要保护隐私 即使陈都玲已注销社交账号 希望低调行事 最终仍未能留下这份工作 实在遗憾 许多网友对陈都玲若未进军演艺圈 可能成为 造飞机 议员的可能性津津乐道 纷纷留言称 陈都玲差点去造飞机 真是学霸美女 无论从事何种职业 陈都玲都会意义生辉 如果真的去造飞机 相信陈都玲也能取得非凡成就 徐凯 从小就在爱中成长的他 家里条件优渥 攻读金融专业时 同校的胡一天早已涉足股市 立志做投资达人 然而 人生百态 徐凯的大学梦想还未开始 就画上句号 家庭遭遇巨变 生活变得动荡不安 努力买房安家成了他的首要任务 徐凯凭借高大挺拔的身材 和俊朗的外表 勇夺国际模特大赛男子平面组冠军 那年他只有18岁 社会生活的艰辛让他深感不易 但他从未放弃 他曾长时间担任网店模特 一名叫 坏坏 无论酷暑严寒 他都要穿厚重的棉衣拍照 只为赚取生活费 经纪人回忆说 他经常连续工作十几小时 睡眠严重不足 深夜才能吃上晚餐 付出总有收获 徐凯终于为家人购置了新房 实现了安居梦 他还成为魔宝炙手可热的模特 身价超越许多外籍模特 然而 这段经历也让他尝尽人间冷暖 学会了如何与人相处 他对金钱和物质的追求 以及炫耀的习惯 让他崭露头角之际 却被前女友网红大金 爆出家暴丑闻 张云龙 张云龙 你以为他只是个演员 其实他在成为演员前 还是个专业的运动员 整整13年 足球陪伴着他 转身去做演员可谓是迫于无奈 啊 丢掉足球的张云龙 无所适从 一身伤痛 更让他困惑不已 但是朋友的鼓励 让他尝试走上了演艺之路 奋力一搏之下 居然考上了电影学院 所幸的是 过程与回报 总是紧密相连 经过几年专业的表演学习 张云龙逐渐爱上了演员这一职业 他说 有作品 被认可 有所收获 能让我过上更好的生活 更好的照顾家人 也能带给大家欢乐 罗云熙 罗云熙五岁开始随夫习舞 而后被送至专业舞蹈学校 2005年 他同时被上海戏剧学院 及北京舞蹈学院录取 然因其向往胡歌之母校上戏 最终选择攻读芭蕾舞专业 可惜天不遂人意 尽管他对芭蕾舞痴迷不已 却因身高受限 艺术之路受阻 留学在上戏期间 罗云熙从未有过成为明星之念 只希望能成为一名普通学生 毕业后 他曾在澳门担任领舞 随后回到故乡 成为了一名教师 然而 一年后 朋友们纷纷邀约他参加演出 几番尝试后 他决定放弃教职 转行成为练习生 凭借出色外貌与实力 罗云熙在练习生时期 即被星探发掘 2010年末 他以JBOY3组合成员身份出道 正式踏入演艺圈 可国内男团市场尚未成熟 尽管JBOY3出道半年内 推出三张专辑 且聘请了曾捧红小虎队的导师 仍未能走红 两年后 该组合宣告解散 两次组团 两次解散 对罗云熙而言 无疑是沉重打击 此后 他转型为歌手 直至成为广为人知的演员 任嘉伦 空哨 服装店等九种行业 可见其丰富精力和多面才能 如今 他以演员身份大放异彩 如此毅力与决心 怎能不让人赞叹